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8月19号上午的11点05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亥币亥多了钱包 还有这个脸书的Norve钱包 谁更牛,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割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时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那么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说 咱们这个亥币钱包和脸书的这个Norve钱包 到底谁比较有前途 说这个都是要装加密货币 还有法定货币的 相当于是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很多人都搞不懂 好像觉得脸书更牛 毕竟它的用户量比较多 那么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先看看金车财经的报道 7月7号的新闻说 这个脸书,Facebook,稳定币,DIMM旗下的支付部门 Norve Financial 它的数字钱包已经开放注册了 那么我刚刚去看了一眼 还是属于开放状态 你如果有兴趣 可以输入你的个人信息 那么等它正式开放了以后 它就可以给你提醒 你就可以去注册了 这个是7月7号的新闻 那么这个DIMM是它的支付系统 它目前只是支持少数的数字货币 比如说数字美元,数字英镑,还有数字欧元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这个就是Norve这个钱包的一个界面 大家可以上它的网站叫novi.com 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右上角是一个注册 你可以输入个人信息 好,其实这个Norve它早在2019年 它各个Facebook脸书 就推出了加密货币的项目 它当时有两个实体 一个叫Libra协会 那么现在后来就改名DIMM协会了 另一个是基于Libra的钱包叫做Calibra 那么这一次它把这个钱包Calibra改名叫Norve 把这个Libra币就改成DIMM 当时的时候它的会员还是蛮多的 那么后来有一些重量级的会员 像VisaMaster他就退出了 因为它得不到监管部门的许可 那么后来这个DIMM协会就更改了它的白皮书 那么就不再构建以一篮子法定货币和证券挂钩的全球稳定币 那么DIMM他就计划推出美元稳定币 那这就标志着DIMM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从此前的全球野心已经缩陷到了仅仅是聚焦美国本土 那么这个就差了很多 那么在今年的5月份 那么DIMM协会宣布和加州福尼亚的一个银行 叫做Severgate Capital建立伙伴关系 那么这个银行将成为DIMM美元稳定币的独家发行人 并且管理DIMM的美元储备 那么这个DIMM协会他就强调 这个项目将完全在美国的监管范围内运作 因此也不再需要瑞士的金融市场管理局的许可 那么将其机构申请的支付系统许可证也被撤回 所以这个DIMM他就基本上成为一个美国本土的 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美元稳定币 或者叫数字美元 所以他的野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 变成了聚焦美国市场 所以他的各方面就要差很多 好 那么昨天最新的消息是说 Norway数字币已经准备好了进入市场了 这个是他的脸书的区块链负责人David说的 但是他也提到了 只有在Norway内提供法定货币才能提供价值 所以他现在还在等待着法定货币的出现 包括数字美元什么的 数字英镑数字欧元 但我们知道这个还在几年他才能出来 对吧 没有今年肯定出不来 然后他说已经在美国几乎获得所有州的Norway的许可和批准 但是不会在尚未获得类似许可的地方推出 所以他目前来讲的第一步只是在美国本土 他可能得到了美国本土50个州的大部分的批准 所以他可能只是在美国推出 这个在海外市场 他就基本上是很难有什么大的发展 好 那么他这里也说了 Norway正在寻求第三方稳定币的合作关系 我估计可能是这个USDT或者是USDC可能也会进入到这个钱包 那么他现在有目前的消息说 这个DIMM还遭遇了很多新的监管的阻力 所以他现在是想出来是重重的阻力 跟咱们的PT钱包一样 要想开网也有很多的阻力 所以一下子没那么容易出来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DIMM协会的会员 我们看见这个列表 这边大部分的会员都是美国的企业 并且大部分都是在加州硅谷的一些高科技公司 但是你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作为一个金融行业的一个东西 他并没有得到美国华尔街的银行 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 看见没有 没有一家是属于美国华尔街的公司 都是美国加州的公司 这些公司 所以他既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承认 也得不到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承认 所以他只是聚焦于美国本土的一个钱包 而且据我们了解 他暂时没有提到 他有一些推广激励机制 所以你推出来 你作为一个美元稳定币 你没有任何的奖励措施的话 那谁会去用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问题就跟中国政府的央行数字人民币 叫ECNY 有同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数字人民币的试点 是通过发红包的形式 对吧 各个地方的政府发了好几轮的红包 但是这个呢 只是暂时的 不可能长期化 对吧 那这个脸书的这个地名币呢 因为脸书是一个上市公司 它是要为股东赚钱的 它不可能拿着手里的现金去给大家发红包 对吧 那你就亏钱了 对吧 所以它也没有像央行数字人民币 它有行政资源可以用 它可以规定下面的政府 你强制要试点 你强制要使用 你强制你要出钱来发红包 对吧 但是脸书呢 它不可能强制任何人去推广它的这个项目 对吧 而且它也不会自己掏钱来发红包 是吧 而且它的没有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白皮书还是网上的新闻 都没有任何的推广机制 所以它要想取得成功呢 是非常的难 而且就算是在美国也很难 更别说别的国家 好 那再说说咱们的亥币 咱们的亥币呢 它是合法合规 它是说了 在它的网站上写了 在下列国家呢 暂时不运行 第一个呢 就是被国际制裁的国家 第二个呢 是美国禁运的国家 都不能用 除了这两类国家呢 这两类国家也很少 大概也就十来个国家 其他的国家呢 它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这个亥币呢 它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监管呢 它还规定 现在目前美国公民呢 是不能够购买亥币 因为它还没有得到 美国政府所有的州的批准 但是呢 你可以成为亥的会员 可以推荐你的朋友 所以你如果是美国身份呢 你还是可以成为会员的 但是呢 不能购买亥币 反正也很奇怪 但是也是为了合法合规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那么相信以后 这个亥币如果得到了 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然后就可以用美国公民了 但不管怎么说 它在全世界 除了少数的被制裁的国家 和被禁运的国家都可以用 所以它的市场规模是相当的大 而且你看看这个亥币的团队 它是由中国和美国的顶尖企业 在中国就是刚刚说过了 以前阿里巴巴和腾讯 那么在美国呢 是美国华尔街的企业 AIG还有摩根斯坦利 还有瑞士信贷等等 都是一些顶尖的金融机构 保险机构和金融机构 所以它成功的概率呢 要远远大于这个脸书 脸书它毕竟是一个高科技企业 它不是一个金融企业 它要想进入金融领域呢 如果没有华尔街的一些 银行的背书呢 是很难的 那我们这个亥币呢 它以后的发展方向呢 一个是法定货币 一个是加密货币 对吧 而且呢 它还可以自由的兑换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呢 这个目前也没有别的项目 能够有这种能力 另外它的交易速度也很快 它是闪电支付 那么据说呢 这个脸书的这个DIMM呢 它是比以太坊快一点 大概每秒钟能有个几十笔 或者几百笔的这个交易 但是跟咱们的这个闪电支付来比呢 还是要慢很多 所以它的一些市场推广呢 也不会做得很大 因为你做大了之后呢 它这个交易速度就很慢了 它有延时 那咱们这个是没有延时的 所以可以支持几亿人 甚至几十亿人在同时交易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呢 我们这个亥币钱包的速度呢 也是更快 所以总的来讲呢 我认为呢 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咱们这个亥币的发展前途呢 要大于要远远大于这个脸书的这个Novi钱包 所以大家呢 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推广 咱们是更加有前途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